一年一度海峡两岸共计中华人文始祖福西典礼 今天同步在甘肃天水以及台北原山隆重举行 这是两岸第五度以福西文化为主题的交流合作 希望透过庄严的祭祀活动 也让人们对于这位人文始祖有更多的认识 而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两位专家到节目当中来进行深入的介绍 首先欢迎历史专栏作家于远旋 于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民俗专家侏罗山人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非常谢谢两位专家 其实我们知道福西祭典是一项历史悠久 也是有传承意义的盛大活动 尤其举办的地点就在福西诞生的甘肃天水更具有不同意义 首先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今天在天水福西所庙这边所举办的 《物须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福西大典》 几股民中的现场实况 《物须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福西大典》 《物须年公祭》 《物须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福西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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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生微舞 终青悠扬》 正在吉祥的这三十四通鼓声 象征着全国三十一个省 市 自治区 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及台湾地区 共计中华人文始祖福西的崇敬之情 求享忠明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隶数 盐帝与皇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所以华夏儿女我们都有着盐皇子孙的自我认同 不过很多人可能也不清楚 相传盐皇二帝的共同祖先就是太后福西氏 继续我们要先请教余老师 余远炫 余老师 就我们目前所推测 福西他生存的年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而他的出身又有什么样特别的典故呢 我们这位人文始祖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不但是盐皇的这个共同的祖先 其实他所生存的一个年代相当的求远 我们讲中国历史上有三皇五帝 他是三皇当中的其中一位 福西氏推论到现在的这个所存在的一个年代 是前四千年到八千年之间 中间的差距是蛮大 也就是在旧时代的晚期跟新时期时代 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间点特色正好就是从母系社会 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他是很特别的 那他出生的时候那就更特别 因为那么传奇的一个人物 一定有一个非常传奇的出生 他怎么样的传奇法呢 他的母亲叫做华须 那华须有一天呢 经过一个雷哲这个地方的时候 看到一个大脚印 就觉得这个大脚印很特别 他就上去踩了一下 好奇吧 去游玩的时候踩了这个脚印 没想到踩了这个脚印以后就怀孕了 因为那个脚印是雷神留下来的足迹 他踩了雷神的足迹呢 就生了这个孩子 但一般我们知道就是说 小朋友就是怀胎十月生下来 对不对 他怀这一胎怀了十二年才生下来 这代表的意思是说 福西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 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 是 其实说到这个 在古代呢 其实通常为了纪念伟人或者是圣王 我们后代都会加上 所谓的曾号来表示尊敬 那么福西呢 当然也不例外哦 我们从许多的典故当中呢 其实也可以读到各种的别名 比如说三皇之首哦 还有白王之先 其实我们就很好奇了 继续我们要请诸罗山人来继续说 这些称号是不是有不同的意义 或有不同的代表呢 他福西先是 是以福西 抛西 以及包西西房 皇宇 以及太后 后来尊称于福西之子 三皇之首 百王之先 因为他是雷神之子 所以龙身古父 所以太后福西 公盖百王 夺配天地 创造了华夏大地 多元化的文明 所以福西文化的基词 而能够立直我们中华民族 文化的创始者 其实透过我们专家的介绍 我们对于福西呢 在历史上的地位 也有了更清晰的轮廓 也因此在历代的时候 都以最高规格来进行福西祭典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要带您来关心 其实大家更好奇的是有哪些特色呢 我们待会会继续带大家 一块来认识 欢迎回到传承两岸情 中华大祭祖的特别节目现场 待会我们要带您来掌握 这特殊的现场的情况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要来关心一下 其实据我们所知啊 农历三月十八号是福西的诞辰 那么历史上也记录哦 经常能够见到 在这一天进行许多相关的祭祀活动 可是特别啊 两岸共祭福西 却是选在夏至十分 继续我们是不是要请 侏罗山人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选在夏至十分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好 自从公元前756年 秦文公开始 他的祭祀福西的传统 延续到今天 那多半年定于农历正月十六号前后 因为正风月的时候 正月的时候 月亮的影转亏的时候 所以代表福西 是最早发现月亮 是最早发现月亮 人缺的人 所以从6月21号是每年 我们这个祭祀中每年的夏至 夏至后面的三十天 因为夏至后面有三更的日 那三十天就等于福天的日 福天的日子 是因为我们年在夏季最热的 就是夏季后面三十天 年能够长过那个三十天 最夏季最炎热的那个日子以后 年列才能够顺利用于这个时节度过 我们这个烈日才能够得到安然的炎下 是这样子的典故 所以选在夏季的前后 这是从历史上传承到现在的一个习俗 是 而且因为每年这个夏季的时间 不一定是哪一天 那我们中国都是以夏季分冬季 来作为阴阳来结婚这样子 所以不会特别说农历三月十八号这一天 我们也有祭祀的活动 但是两岸共同的话呢 我们是选在夏季时分 对 没有错 谢谢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今天呢 共济人文十足福西的典礼当中呢 就可以看到两岸民间一同关注 还有参与这项祭典的一个敬意 还有热忱 而且呢在整个祭祀典礼当中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呢 原本就具有独特的地位 在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 可以说是今天典礼当中呢 最能够体现我们后代的思想 还有追思期许的宣读祭文的实况 继续我们就来看看甘树天水这边 宣读祭文的仪式 为公元2018年6月22日 岁在物须时值夏至 中华儿旅 汇聚西黄故里 天水 谨以太劳之礼 先花雅跃之仪 前进之心 智继于中华人文始祖 太后福西氏 词曰 冬山昌 冬山昌昌 冬山昌 冬山昌 太后福西 晨继发祥 画卦开天 文明曙光 冬山昌 推力 定度 辨息 阴阳 初节 亡谷 牺牲 患阳 建屋 自逃 书气 史创 首字 嫁取 伦理 以四章 造琴 作色 礼乐 陈祥 以龙 济官 九步 顺昌 殿基 华夏 造起 颜黄 大德 与日月 同辉 伟业 共天地 无疆 今日中华 大国 泱泱 西皇 后裔 奋发 图墙 长风 破浪 舵首 领航 四个自信 坚定 方向 三大攻坚 决胜 小康 绿色 发展 科教 新邦 青山 绿水 秀美 澄香 乡村 正心 民富 国强 平安 和谐 正气 高扬 新思想 开来 既往 新时代 再铸 辉煌 壮灾 中华 屹立 东方 一带 一路 互立 互降 命运 与共 协和 万邦 两岸 携手 福祉 同乡 看民族 伟大 复兴 元神 舟 千年 梦想 赫赫 西黄 世代 谨养 护国 又民 龙脉 永昌 从公 报德 祖斗 新乡 来阁 来场 福为 上乡 好 刚刚听到这纪文了 其实纪文呢 是子孙对祖先跨时空的一个对话 除了表达我们的追思之外 其实也寄托未来的期许 也因此呢 每个字句其实都有特殊的意义 而今年的纪文重点呢 能不能让我们观察到 有哪些趋势跟特色呢 余老师 我想纪文在写作上面 其实它有三段式 那第一段的话 开头中间跟结尾 它都有它的一个含义 那在开头的时候呢 就是我怎么样去发语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为几年几月几日 什么原因 这是开头 一个比较公式化的方式 那结尾呢 就是浮为上乡 就是说 这是一个祭祀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祭祀的过程里面呢 有一个 庄重树木的一个仪式 那它是用太劳之礼 用鲜花雅月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福西呢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祭拜它的时候呢 这是符合古礼的 是比较庄严的 庄重的 那重点就在于中间的这个部分 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去缅怀福西的这个过往 然后怎么样让中华民族 能够加以复兴 在跟两岸之间的关系 如何呈现一个和谐的状态 这个祖文 就是整个祭文的一个精神 通常祭文不会说的太长 太冗长的时候 有时候会听着觉得说 好像跟祖先在告状 还是做什么 所以通常来讲 都会用非常简单的运文的形式 来做表现 简洁有力 去呈现它的一个重点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今天的祭文来讲 它就是用运文的方式 是以这个四言诗句 来中间有幻孕 这种方式来进行 整个过程来说是流畅的 我相信在这个在告慰福西的时候呢 我们的人文始祖呢 也会听得懂说 其实两岸之间 到底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不管是过去的一个辉煌的成果 或是既往开来的时候 该怎么做 是 其实说到福西 我们说人们所崇拜的先祖或神明 有时候为了有更具体能够膜拜的形象 也因此经常会依照传说 或者是历史的描绘来加以具象化 当然人文始祖福西也不例外了 从许多出土的文物当中 能够感受到历代绘制福西的形象的时候 所强调的不同重点 继续我们还是要请余远炫余老师 您透过这个艺术的角度 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福西呢 好 那先带大家来认识这张图 那这张是福西女娲图 都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赫赫有名人物 他们是传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一对兄妹 事实上这张图所呈现的就是人类的一个诞生 然后福西他具有人类的一个这样的始祖的形象 那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兄妹的一个形象呢 是人手龙身 你也可以说是人手蛇身 但是我们是认为说龙身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比较贴近的 那底下下面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胶尾的一个形成 这代表的是繁衍的后代 也就是说这张图所呈现的 就是他们两兄妹繁衍后代的这个子孙 那他们手拿着一个拿着原规 也就是拿着举 规矩 不但是做人要有规矩 做事要有规矩 其实天地万物都有规矩 所以他的定天地的一个形状 所以不管是从天到地到星辰 都是由他来做制定的 这是一个福西女娲图的一个特色 那另外我们还要再看到一张图 是这个福西的坐像图 福西这个坐像图呢 是在宋朝南宋的时候马林所画的 我们现在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 故宫博物院里面呢 事实上就展现这张图 那这张图里面的特色 所看到的一个福西的一个形象呢 福西是非常的质朴的 非常的自然的 坐在岩石上面 打着赤脚 然后身上有这个穿着兽皮 然后旁边呢 有八卦文字还有一只乌龟 这就代表说 他是文字的一个创造者 哇 透过这个看到 谢谢余老师的介绍 既然福西有如此从高的形象 必然是留下了伟大的工业 那么福西不但是 先古文化的开创者 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 其实也持续到现在 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带大家来深入探讨 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 传承两岸情中华大祭祖 礼乐呢 可以说是祭典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 在今天的海峡两岸 共祭中华人文始祖福西典礼上 也可以见到这个编制 还有规格 都是相当盛大的乐舞告继仪式 用不同的编法呢 不同的篇章 乐章 然后呈现出福西的生平故事 还有对于未来的贡献 那么继续 我们要一起来看看 甘树天水的现场实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到天水的乐舞告继仪式相当的盛大 而说到人类呢 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差别呢 求时就是创意跟文明的存在了 在原始蛮荒的还没有开发的远古时代呢 其实福西已经透过对天地万物的一个观察 创造了许多智慧的结晶 也因此呢 被我们后代尊为人文始祖 那么这些功劳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呢 继续我们请教侏罗山人 透过分析来让我们了解一下 讲福西的公积呢 它是仰观向以天 福观华以地 旁观物以行 所以它在政治方面 它立九步 受六轴 从渔业 农业 庆木业 建筑业 文化业 还有交通业 从原始的社会生活呢 提升到现在人的生活中的 以前的生活怎么样去管理 组成制度 以及生活方式的改革 在所有方面呢 它用姓氏文化 婚姻的制度 然后有夫妻家庭 以及祖代 祖先略代 那一种怀疏追踪 静远的流传来的精神 它原始先民的生活呢 从农耕所类 结往补育 以及农移木 按照日月天气 节气 结合到农移木 生活季节 怎么样能够丰收 怎么样能够在 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丰富的营收 所以制造了贾力 以及农民力 配合日月节气 提升能够生产 以及这种机制 所以相当非常有的贡献 在策写方面呢 它用画八卦 立占卜 中华策写 演变 是文化的主卖 从先天八卦 隐身到六十四卦 到周文王的三百八十四卦 卦卦相通 能够好好相应 所以增定了天地人 三才大道的完整系统 这是我们伟大福西的攻击 是 其实 侏罗山人有特别提到 在福西的众多贡献之中 尤其是以创制八卦作为突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也会用八卦来普卦 那么因为它非常的简单 用简单的符号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理论 不但包含了世间万物的 一个规则 当然也形成了 华夏民族的价值观 还有我们的哲学观 甚至呢 这可以说是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了 那么有关于福西 创八卦的历史典过 大家很好奇啊 他怎么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创造这个呢 于老师 如果我们从一个 文字的观念来看 那我们过去都讲说 苍结造字 对不对 但是在苍结造字之前 其实福西就先做了八卦 也就是说八卦是一个 文字的雏形 最基础的一个雏形 然后慢慢发展到 苍结的时候 苍结是集文字的大成 把这个文字 最后淬炼出成 这样的一个形象 一个样子 那其实最难的一个东西就是 你怎么样把具体的东西 给抽象化 这八卦 这个八个图像 其实都是很抽象化的东西 然后来包含了这些天地 山水之类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还衍生出一些道理 这个是很困难的 不太容易的 如果我们今天到这个天水 去旅游的时候呢 你会到一个地方叫挂台山 那这个挂台山离天水市 大概15公里左右 那最高的地方 1330公尺 那在这个地方 相传就是福西呢 在这边去仰观天象的时候 复杂地底的时候呢 就发现说 我可以把这些东西 抽具体的东西形象化 形象化成为一些符号 那这些符号 各有它的这样的一个 像是一个密码一样 让后世人可以从这里面 不断地去解读 甚至去想出很多东西来 那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智慧 那这个智慧呢 从几千年来到现在 还有不断的人去研究它 你就可以知道 福西在创造这些八卦的时候 是非常精彩的 是 其实透过这个八卦的符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这边 其实透过这个八卦的符号 还有衍生出来的理论系统 可以解释宇宙万物 还有趋势发展 除了影响后世的中华文化 其实近年来呢 有很多的国外哲学研究的显学 也是在研究八卦 简单的来看 所谓的八卦是什么 又各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侏罗山人 好 这个八卦呢 我们以钱卦为天 然后呢 这个对卦为左 然后礼卦为河 然后再来之 正卦为雷 然后信卦为风 然后坎卦为水 然后再更卦为山 然后坤卦为土 以这个八卦的影响到我们人类 将来我们要知道未来 我们知道我们天一地 统统要以八卦为作基础 然后呢 我们八卦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福西是八卦祖师 他是福西 自从老子 张良 贵国子 以及王产老子 孙兵 以及周文王 资国孔明 等等 来自于福西先天八卦的影响 然后才创造 玉京八卦 尤其是风水地理 堪宇 以及命理 紫威 通灵寺 以及贤宗八卦 林归八卦 以及到西门顿甲 通通都是以我们福西的天干跟地支 来创造各种的妙法 来引申这个玉京的来源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八卦看起来很简单 极个线条 但是其实它充满了非常深奥的内涵 纵使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在 今天也是能够跨越哲学跟科学 来深具研究价值的一个符号系统 向儒家尊为五经之一的玉京 其实它也是八卦为基础发展的一个学问 整体来看 这个八卦的诞生 对我们后世的文明发展 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继续请问余老师 对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 易经 那易经八卦里面 其实它最主要的是 不只是它是一个预测之学 好像在算命之类的 其实它更是义理之学 那易经里面有所谓的 简易 变易跟不义的道理 那这些道理呢 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呢 我们还是觉得 它是具有人生价值 跟它的一个智慧的 所以当年周文王被囚禁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在做八卦 在解释八卦的东西的时候 让他能够在那种 不安的时候 得到一些身心安顿 所以这个里面代表 就是中国的一个哲理 八卦里面的阴阳之道 阴阳之道就是中国人认为 欢迎回到现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透过专家的介绍 还有福西大典的现场实况 其实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 认识到老祖宗的智慧 还有这些远古发展而来的中华文化 得以传承五千年的珍贵之处 不过心中其实还是有一些些的疑问 说到远古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重要象征之一 也就是龙文化 因为我们都会自称为龙的传人 那当然可以看出这个龙 已经从神兽的意义 转化成为华人认属 归属认同的一个核心价值了 那么福西 他也号称是龙祖 那么被视为龙文化的起源 究竟福西和龙文化的渊源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好奇了 诸罗山人 福西配认为是龙文化的起源 是 除了龙僧人所形象以外 同时也在上古的时期 龙也是多个布置的代表图腾 也为华夏文明独特的概念 尤其是龙 因为我们在佛道寺庙 通通有龙的画像 是 龙的雕刻 有的九龙 有的是五龙 有的是三龙 是 不同的意义 不同的意义 所以龙在我们道教非常重视 是 所以不管是庙会或者是大小庙 它一定有统这个龙神 就是等于说我们拜的神 通通有龙的存在 所以离不开龙的文化 就是我们从古代到现在 都是以龙最尊重最尊敬的一个 一个旨意 是这样子来的 其实说到这个龙 不要说百姓了 上至帝王 下至百姓 我们可以说都是 华夏后裔的一个身份的标志 景仰和虫派可以说从古时候到现在 其实都还是有啊 那我们继续要请问余老师的就是 其实在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族群特色里头 龙文化经过了这么数千年的传播 还有对于族群的影响 它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们看龙的造型 它就很独特啊 是 你看感觉好像是蛇 可是它整个来讲 它有各种的形状 对 它的爪子像鹰 它的鳞片是鱼鳞 它的角是鹿角 所以它的整个形象来说 它是各种动物的一种组合 所以这里面说明了什么 说明龙是多元的 它是包容的 它是变化的 它能够星云布鸣 那它也 当然它也代表着 某个程度来讲代表着 当时的中原的九州 因为它是九种动物的一种合成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没有龙这个东西 可是有龙的形象 所以人手蛇身 这是龙的一个形象 福西的形象最开始就是人手蛇身 所以我们从福西的后代少典 生了这个皇帝 所以炎黄子孙跟他根本就是同一脉 从一脉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炎黄子孙的我们 其实也就是福西的后人 也是龙的传人 那这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 你要去掌握变化 你要像龙一样 你要去包容 掌握变化 还有你要有充分的视野 如果你的视野没有打开的话 你看不到这个未来的一些局势 你也开创不了一个新的局面 所谓人文始祖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意涵 其实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视野的人 他把我们从洪荒之地 迈向了一个文明的一个现化 还可以依据他的精神 继续领导我们等下一个时机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继续是不是请侏罗山人 在这个传承的重要性呢 您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 以这个我们福西先帝 这个遗传的先天卦来讲 所以每天我们人从先天从年月日时生下来 是 未来你的生命在几十年当中 每一天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每一时刻 通通是息息相关 所以这会延伸到从我们福西八卦的原理来的 所以我在先兽工也办了几场每一年都办了这个三房药灿 三房药灿也是从福西先是 找了个天衣的好的时辰 再来用筍农的草药 再来先元皇帝的福禄 来共同来制造一个这个三房药灿的保健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福西的文化 我们能够成成相传 然后后代祖先能够幸福 然后大家都能够平安 谢谢 其实透过这些的祭祀 人文祭祀呢 我们要带您来看 它代表的是人们不会忘记祖先的贡献还有价值 而在面对过去的同时呢 现在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理解呢 是不是能够对未来有更不同的思维呢 余老师是不是可以简单地给我们做个结语 好 我想柯家人讲一句话叫做 宁脉祖宗田 莫忘祖宗言 这个祖宗言不只是言语 更是文化的一个深层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忘掉了我们自己的根本所在的话呢 其实你所做的一些东西 就会变得没什么价值 甚至会觉得自己是很空虚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传承就是 我们要记住我们过去的历史 掌握现在去策立未来 谢谢余老师 还有谢谢诸落山人 其实海峡两岸共济福西典礼的举办呢 能够持续让双方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 描绘出更具体而宏观的精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三十六名少年 五栋水秀 聚合传唱 四地组合 表现了 对福西式的 无见敬仰和身体 感谢观看 by bwd6 余麟